今天终于开始回暖了 不过我们要请教宣童 元旦的天气适不适合去跨年呢 好 没有错 今天其实回暖真的是蛮明显的 我们先带大家来看这几天的天气变化 我们再来说到元旦 我们看到现在云图的部分 在周围都有一些云层来通过 但是实际上的回波并不明显 所以累积降雨来看 只有在东半部东南部 一些很零星的短暂阵雨 这累积雨量也都不会超过10毫米左右 今天大致上来说天气都是很好的 甚至如果你穿得太多 会有一点暖热的感觉 我们来关心这降雨的部分先 我们可以看到在礼拜三的晚上开始 跟今天会有一个蛮明显的不同 因为南方云西要开始北台 再加上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全台的雨区会越来越多 我们看到礼拜四的时候 其实降雨最明显 不止整个东北部地区 甚至中南部的山区 近山区 还有平地 也都会有一些短暂阵雨 还有零星阵雨 但是到了礼拜五的时候 雨区范围会明显的线缩 比较集中在整个东北部地区 所以不排除在整个东北角这一带 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几率 这是礼拜五 而到了礼拜六 礼拜日这天气又会慢慢的转干 虽然有东北季风 但是这个东北季风是偏比较干的 再来我们关心的是温度的部分 其实今天各地上来说 以现在的温度 北部地区都是22到23度左右 而在中南部稍微高个1度到2度 但是明天的白天还会更热 到了晚上东北季风才会增强 而未来一周经历两波的东北季风 第一波实际点是在礼拜三的晚上到礼拜五 这一波还不是特别的冷 北部地区低温也只不过18度 而到了礼拜六礼拜日 短暂的回温一下 到了礼拜日到礼拜一的时候 东北季风又来了 而且它的强度比较强 所以如果你要跨年的话要注意 这个温度可能会稍显比较低 北部地区温度大致是落在14到15度左右 这是低温部分 而在中南部地区则是16到17度 但是如果你要去来看这曙光的话 在整个东半部地区相对是比较低一点的 因为就算不下雨 它云层也偏厚 但是西半部几率相比来说是比较大 主播 好 所以跨年要记得多穿一点了 但是每次只要气温一变低 天气变冷 感觉细菌病毒就开始肆虐 所以要请教宣童 有没有建议大家赶快去打疫苗 好 没有错 这天气真的很冷 很多的病毒都在蠢蠢欲动 包含像是肺炎令球菌的相关感染疾病 也是尤其在冬天的时候 会来到这比较后发期的阶段 而目前是第三阶段的开打 我们先来看一下前两阶段 他们的接种情况 在第一阶段 接种率已经来到了45% 而在第二阶段是11% 而第三阶段的族群 是65岁以上的长者 符合资格的164.5万元 所以建议您参政这几天 其实天气相对是比较回暖的 这一周都比较适合来做接种疫苗的部分 尤其如果你是要计划去日本 韩国或者是中国大陆 这些人比较多的国家 除了肺炎令球菌的疫苗 同时也建议您最好流感疫苗 也一起来接种是比较好的 但如果你是50岁以上 有免疫疾病的障碍或者是化疗者 我们建议您可以考虑自费的接种 不要等公费的疫苗了 因为这时间可能要赶紧的来抓住 再来我们关心的是肺炎烈酬菌的疫苗 它实际上相比于其他的疫苗 它的副作用会来得比较低 而且它如果出现的话 可能顶多就是一些局部的疼痛 或者是红肿 而且也不太会发烧 但是医师还是建议 尤其在这一周的下半段 我们会注意到 这个东北季风是比较强的 而且它的强度 有可能会接近到冷气团的等级 所以长辈 或者是有一些心血管疾病患者 或者是相关疾病的患者 要出门的话 会建议您可以先吃降血压药 同时有气喘药要带着紧急用药 来以备不时之需采验 好 所以还是会冷 尤其是冬天 大家喜欢吃补 不过提醒大家 不是每一个人体质都适合的 有一位30岁女子 她就是在进补完之后 差一点就失明了 只不过前一晚喝了一些补汤 曾经罹患僵直性脊椎炎的 一名30多岁的女子 隔天起床右眼突然看不见 还伴随着疼痛红肿 马上到医院就医 原本沉澈的眼睛 却像是盖上一层薄膜 还布满了白色斑点 视力更从1.0瞬间下降 一度只剩下不到0.1 眼压暴增一倍多 医师诊断这名女子眼睛红膜 结状体发炎 确诊红彩炎 将直性脊椎炎 红斑性狼床跟这个 内红色性关节炎这类的患者的话 在冬季的时候也不要吃太多的补物 这类病者他如果说太刺激以后 他红彩常常会发炎 眼镜红彩炎 常见的后发族群 除了将直性脊椎炎患者之外 还有红斑性狼床等等 自体免疫疾病 或者是遭到巨细胞病毒感染 尤其天气冷或者女性惊奇前后 吃补气养血的补品 发作机会就可能增加 吃这些可能算是比较进补 或者说加工过程比较复杂的食物 有可能会让自己身体会引起反应的 事后一定要记得要补充水分 尽量把血液里面的发炎因子 把它降到最低 医师也发现 临床上眼睛灵化红彩炎的患者 冬天比夏天还要多 目前人数大约占了三成 年龄大约在20到40岁左右 天气冷更要注意不是不能补 如果真要进补 可以选择洋葱苹果等等的清淡食材 免得补了身体却伤了眼睛 TVB线李建伟 周永轩台北采访报道 但其实只要来一碗红豆汤 是有很多好处的 但我个人厨艺不佳都煮失败 那有哪些好处呢 交给轩童 好没有错 到了冬天之后呢 很多人都会想要吃一些食补的方式 除了自己本身的衣服穿得比较暖 穿得比较厚 等暖包出洞之外呢 食补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那么很多人就会选择去吃这烧酒鸡 或者是加母鸭 但是往往吃太多 太补也不太好 而且不是每个族群都很适合 那么我们建议就你就可以来吃这红豆汤 因为它同时也是可以护心血管 相关的疾病等等的 那么当然就还包括了 像是在尚未煮破的红豆水 还有煮破流出淀粉的红豆汤 而现在营养师也说 如果你今天真的要吃红豆汤的话 你要注意 因为你如果到外面去买这种市售的红豆汤 往往这个糖分可能会过甜 对于这身体也不是太好 负荷会有点大 所以建议民众最好去市场 自己买 自己煮是比较好的 那我们就来看 这红豆汤是有什么样子的帮助 首先第一个是它可以对抗自由基 简单来说就是可以帮助人体抗癌 还有抗发炎 第二个能促进排便 来促进肠胃的蠕动 第三个是富含叶酸 可以降低新生额先天的缺陷风险 所以这对于育妈咪来说 是非常好的一种天然的补品 第四个是护心咸管病 包含像是甲含量高 可以调整你的血压 第四 舒缓焦虑 第五是利尿 甲离子可以助排纳 也可以利尿来消除水肿 所以吃红豆汤或者是喝红豆汤 多多少少对于各个族群的人 都是有帮助的 所以过去你之后 如果比较冷的话 这几天你可以尝试一下 蔡英 好了 谢谢宣童 我们再来关心的是 中选会在今天举行 第二场的总统政见发表会 我们现在来看侯友宜 她宣示上任之后 要执行所谓的治安三件 还说要效仿美国 成立台湾的气毒鼠 空气阳 可以应付赞 再来关心的